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新一輪電子消費優惠計劃6月推出至今 期間遇上新一輪疫情爆發 有零售商認為 疫情期間不少居民都將消費卡用於日常生活中 例如餐飲、超市買菜等等 零售店鋪受惠較少 有中區運動品牌店鋪經理表示 本輪疫情遲逐個多月 旅客絕跡 令店鋪失去至少七成生意 而且店鋪在相對靜止狀態下 停業半個多月 連本地客都沒了 沒辦法光顧 街都出不到 期間損失更加嚴重 目前店鋪恢復營業近半個月 但旅客仍然好少好少 而且較多選擇走去金剛大道 例如威記商場買東西 所以中區荷蘭園一帶 人流都非常冷清 生意不見明顯回升 雖然他們都推出不少優惠折扣 買一對就八折 買兩對就七折 吸引部分本地客買東西 但買東西的人數量不多 最多是買一對鞋 和以往促銷期間大數貨 起碼買四五樣東西都差很遠 疫情期間居民花費了 也不少消費額度在日常外賣 防疫用品方面 大部分客人說 五千元啟動金已經用完 剩下立減額便會省一點 電子消費計劃在疫情下 的確可以對商戶有很大幫助 尤其疫情過後 大家都沒心思買東西 沒有衝動買東西 所以希望政府為了提振內需 研究更多措施 否則市面死氣沉沉 經濟難有起息 而消費卡由今年6月1日起推出 現在已經兩個半月 但不少居民指 啟動金和納減優惠已經清零 有些用得七七八八 我用剩下幾百元的啟動金 都差不多用完了 有居民說 雖然消費卡有政府找數 居民花錢沒那麼肉赤 但金額肉絕後 仍要面對物價飛漲問題 感嘆疫情下開工不足 每個月基本上拿半份量 但消費卡已經清零 超市方面物價每逢出消費卡便會升 所以明天真的要扎炮才行 希望政府可以優化消費優惠金額 計我說應該下半年 第二個百億經濟援助 應該派多次消費卡 和派多次現金分享 正路一點 好,這集就先看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爾維碼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